好 那還有這個 前兩天我們有提到 就是說 如果有這些違法的 或者就是說 沒有照著 目標施打群在施打的時候 我們要 減配 那經過我們內部的討論 我們覺得這個方式不適合 所以我們不會這樣子做 因為確實我們只要針對 這個有違法的事項 嚴正的法辦 那不會用減配來作為這樣的一個處罰的 手段 那我再把這個事情再跟大家澄清一下 不會拿減配 當作這違法的時候的一個 處罰的手段 而是會針對 針對違法的人 嚴正法辦 部長好 剛剛莊副有說明 就是接下來要開打的 疫苗會以社區涉佔接種合約醫院所預約等方式 讓公費對象來預約 那可是臺北市長柯文哲今天也有提到說 什麼 中央的預約系統還沒有做好 開打保證會大亂 那想問一下 中央的系統是指之前 唐鳳正偉說的那個大規模接種系統 那這個系統 大概什麼時候才會去使用它 第二個問題是想請教有傳出 臺大醫院收治一名到院前死亡的新冠確診者 那他的身分是三重基層診所的醫師 曾經打過AZ疫苗 想請問指揮中心有沒有接獲相關的消息 這是不是第一位 因為新冠死亡的醫護人員 謝謝 死亡的案件是那個 這例 我是看到媒體報導啦 那我們會再去了解 那看起來是 7天前 就是死亡前 7天前有接種過AZ疫苗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再繼續了解 謝謝 有關這個部分就當初我們是決定說在這一次的 這次的這個124萬呢 先佔不用這個系統啦 所以我們會先用這個剛剛講的就是 臨理的一個催重的系統 那原來其實就有了 這個 各醫醫療院所 其實他們都有這些預約的一個 系統 在 曾經在這一批的時候 這個預約系統就是我們在那個 等於是在手機 各方面這樣預約系統 現在還沒有 啟動 那這一波就照原來在打流感疫苗 這樣的一個 擴大接種 然後加上一些外展的服務 大概這樣來做 那那個系統開始宣布可以預約 說我們會跟大家清楚來做報告 然後第二 我相信就是說 也要鼓勵各縣市政府 這個打疫苗 這樣就量一百多萬 雖然不算多 那當然確實他也是一個量 那怎麼樣讓他能夠 有秩序的來施打 我想很多的縣市政府都已經跟我們表明 就是說 再多量給他們 他們都一定會儘速的把他打完 所以我想大家來合作 讓這打得能夠順利 也有效率